各位新年快樂 大家有沒有想過明天就是初一 我們可以做一些糖果放在全盤上 用自己親手做的 我們今天就來做這個15分鐘就可以完成的果仁脆糖 我們看看有什麼材料 首先是一些已經焗好的果仁 我喜歡不同的有腰果 有合桃、杏仁、包羅萬有的 還有白砂糖、可以煮的蜜糖 還有少許熱水 我們現在開始了 首先我們要拿一個易潔的煮麵鍋 糖要放44克砂糖 然後再放44克蜜糖 然後放60克熱水 剛剛在熱水壺倒出來就可以了 60克就夠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拿來煮了 大家留意一下煮的溫度不用太高 在這個時候我會開一個計時器 方便大家知道糖的時間大概要煮多久 我們開火的同時也開這個計時器 大家留意一下火力不需要太大 大概是在小火、最慢的慢火和中火之間 這個就叫中小火 然後就可以開始煮了 如果大家家裡有這些可以量度的溫度計的話 煮食溫度計的話 我們可以準備 或待會可以量度糖的溫度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也不要緊 為什麼我會開一個計時器呢 就是方便大家一會兒可以看著 每一分鐘的糖的變化 就知道去到哪個程度的糖 就已經可以下果仁了 因為糖如果在143至145度的時候 開始加果仁下去 口感就是最脆口 而且不黏牙的 如果低於140度的話 糖的效果就會很黏牙 而去到160度這麼高溫度的時候 糖已經變成焦糖 就會有苦澀味 所以我們就要留意著糖的溫度 現在我們就有它在煮 我們就看著時間 我們就可以慢慢來吃 開成冰箱 를買去到20分鐘 鑽肉 就要說出很多氨 我會有的 韓國的工藥 好像在消財 不停的 大家可以留意到現在煮到兩分多鐘的時候 糖的泡泡越起越多 由現在開始煮滾 但溫度還未足夠 它要泡泡很大 稍後會收回去 糖會變成黃色的時候 再測試溫度 這個果仁脆糖很方便 15分鐘內就可以完成 果仁脆糖為什麼會有呢 我本來是做虎伯合圖的 我有一位朋友很喜歡吃果仁 他有一次就把所有果仁烘焗了 然後就用我虎伯合圖的食寶糖漿去煮 他就覺得很好吃 所以之後我再參考他這個方法 再改良性分 還有研究時間和溫度 再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可以多一個美食 而且我也研究過這個脆糖 只要你在煮的時候 你的溫度 氣溫濕度不高的話 在大概80度以下的濕度 他煮出來的效果都很好 但如果是預算95度那些 因為香港天氣比較潮濕 濕度去到九十多度就最好不要做了 因為做完出來之後 它的糖很快就會濕度太高 令到它會很黏住 所以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做這個糖很方便 但我們就一定要留意當時的天氣溫度 好 我們現在煮了四分多鐘了 不如我們就開一下這個溫度計 看看它現在的糖煮了多少 現在室溫是20度 我們就放它下去試試 你們可以看到它的糖溫是不停飆升的 當它一會兒飆升到 它跳得沒那麼快的時候 跳得比較慢的時候 現在的糖溫大概是120度以下 它現在跳得沒有剛才幾個位置 跳得比較慢了 現在大概是115度 我們要再煮久一點了 這個糖以我們正常的 大概是煮7至9分鐘 它其實已經可以OK的了 大家看到剛才的泡泡很漲大 現在開始越來越細密了 我們又試試量度一下它的溫度 現在的顏色已經160度 我們才可以現在先嘗一點 現在已經煮了六分多 我們現在畢物看你應該順勞 這個是現在長時間的話 地製化幾乎 142袋已經可以關火 關火後再加果仁 大家記得要關火才加 要快把糖漿黏滿果仁 切滿後 剛才我已經準備了一張烘焙紙 我們把果仁和糖漿倒下來 有些糖漿可以倒下去 現在還未成形 要拿另一張烘焙紙 現在溫度不太熱 而且很軟 還可以整形 可以做到造型 然後拿木棍壓平 我們會壓得比較扁 如果大家想把它做得比較正方形的話 我們可以用木棍在旁邊按一下 讓它的形式比較漂亮 大家記得 做這個果仁脆糖有一個技巧 大家要留意天氣 今天溫度的濕度是30多度 這樣做果仁脆糖是最好的 如果那天的濕度太高 去到70多、80多、90多、90多的情況 果仁脆糖做出來之後 很快就會潮濕 令它有點黏的感覺 現在看的 就會變得比較有像是2個 還能看的 現在已經成為一餅糖 現在這個時候還有少少軟身 在這個軟身的時候最好切開一粒粒 因為等到它硬了脆了才切的話 它一切開就會碎掉 所以現在就開始切它 我們用這把刀 它還有少少軟身 最適合了 我們就切了 我們切的時候就慢慢切下去 大家看看那個切開位是很漂亮的 不會說一切開就散開 我們再切一粒粒粒 我們這個果仁脆糖就完成了